慶祝酒會是在今天下午五點鐘,在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的觀點。 外交部長沈昌煥和我國政府有關的官員以及各國駐華組合, 和美軍駐港司令部、美軍顧問團的官員幾百多人都參加了這項酒會。 在酒會中,外交部長沈昌煥跟安克志大使共同舉杯, 公祝兩國元首聖宮康泰,兩國國運昌榮。 安克志大使是在今天在台北美國學校的慶祝活動中, 向一千多位在台北的美國僑民發表演說。 重申,美國支持盟國的決心,所要證明了目前日見恢復的美國經濟情緒。 正向在台北美國學校舉行的慶祝活動, 最後台北美商商會,美國中華大使館, 協防司令部共同一半,包括聯運會和野商會的。 美國海軍第五供應處,今天也在南部海軍基地舉行了慶祝美國國慶的活動。 我國地方黨的首長和海軍高級軍軍,美軍劍數等一千多人參加。 我國空軍特派經濟通過上空表示賀利,神龍特技小組也表演了高空跳傘, 另外也有很多遊戲節目,氣氛非常熱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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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